Hello大家好,我是Elaine,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么可能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坐下来 和你们好好的聊一聊 然后录这样一些视频 那么今天呢,主要是想给你们带来我最近的一些购物分享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跟我一样 就是我最近因为购买比较多的超市的就是食物啊 包括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啊 还有就是各种家居类的东西啊 所以我现在对就是服饰啊或者是美妆这些 其实都没有那么喜欢去逛了 可能也是因为我觉得最近就是食物这东西毕竟是刚需 但是服饰穿搭这类就是不是那么必须 所以我们如果减少外出甚至是不外出的情况下 我确实觉得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去逛 但是我发现最近各大电商包括很多品牌店 真的是拼尽了全力促销 就是包括之前Northstrom或者是Sax 就是没有任何额度的就是你可以 相对于是临门槛75折全场75折 包括一些美妆产品啊 虽然最近一些快销品牌没有那么大的折扣的促销 可能也是因为快销品牌就那种时尚的 比较走得比较快的像Zara H&M啊 或者是Mango啊 然后这些牌子它促销力度 就是跟之前其实是差不多的 最近特别是Zara这个品牌 我发现Zara最近真的是开挂了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 比较过Zara前几年的和今年的一些设计 我觉得今年的设计 不知道是换了设计师还是走了一个不同的风格 我觉得他们每一个lookbook 每一个系列 它都是有一个品牌的主题色 就包括有蓝色系列的呀 有紫色系列的呀 黄色系列的呀 绿色系列的呀 我觉得就是会让人感觉非常的春天 所以虽然这个疫情我们不能出门 但是在网上云购物 看一下这些大品牌 或者是这些快销品牌 他们今年的新款 也会让我们感受到心情非常的好 那么正是因为这样的促销 和这个快销品牌非常给力的设计 所以我也没能忍住 其实我已经就是强制自己忍了非常多非常多次 今天呢想给你们分享的其实都是我下了几次单之后 就这几个月以来下了几次单之后 我留下来的东西 所以真的就是我非常喜欢的 好废话不多说 那么现在就给你们分享一下我今年留下来的一些单品吧 第一个单品我想给你们介绍的就是这个紫色的吊带背心 这个紫色的吊带背心 我想很多就是博主啊都已经分享过了 这个背心真的非常的好看 特别是它的颜色 不知道你们看视频知不知道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紫色 包括我之前婚礼的主题色就是紫色 特别是这个颜色 就是这种很纯正的薰衣草籽 它就是那种不是很淡 但是它就是有一种奶子非常 就是让人感觉眼前一亮 但又没有那么深的那种颜色 然后它的实物呢就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背心 然后它的肩带很细 它不是像那种很粗的肩带 然后它这种这种短款的样式其实非常适合 就是在外面搭配一个外套 不管是衬衣啊或者是西装外套 其实都非常合适 待会我可以给你们就是两穿的试一下 然后它这个尺码其实我觉得它 就是按你平时的尺码选 因为它这个是可以松紧的 因为毕竟它这个就是紧身的设计 然后它是里面类搭嘛 所以你就按照你平时的尺码去选 我这个选的是S码 我觉得它非常适合我 然后它这个小吊带我之前看就非常容易断货 可能就这种小码非常容易断货 所以如果你要是看到有货 就一定要马上加入购物车 然后马上下单 要不然的话很快就断货了 我觉得这个颜色真的非常好看 我试穿过好几次不同的造型都很喜欢 然后这组搭配就非常非常的chick风 就是它我说刚才这个小吊带 你也可以搭这种西装外套 这个西装是我之前在那个博主妞妞那里买的 它当时出的这一款黑色百搭西装 然后它这个版型非常非常显瘦 然后它非常百搭 然后我买了之后还没有进行过搭配 但是我觉得就是配这一身还蛮 就蛮帅气的吧 就让我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除了黑色 其实我觉得白色西装也还蛮别致的 这件白色西装就会让你感觉更加的亮吧 就是颜色配的会更加的青春一些 然后刚才那件黑色就有点深沉 但我觉得这件白色和紫色更加搭配一些 真的是非常非常百搭的小类搭 然后第二件呢也是ZARA 第二件这件衣服呢 就是我觉得是超级无敌百搭的一件 这种类似于针织背心吧 就是这种针织背心呢 我觉得其实是三个季度都可以穿 包括冬天春天还有秋天都可以穿 直至夏天可能就觉得有点热 因为它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百搭 首先它这个颜色就是那种黑白棋盘格 本来黑白色就非常百搭 然后再加上它这个设计就非常的 怎么说有一点休闲 然后又有一点cheap 然后又有一点那种小时尚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不管你是穿 就是偏时尚的还是偏休闲的都可以搭 它这个质量比较的不是那么的薄 所以它有一定的重量 但是呢我觉得它的做工包括它的品质非常的好 我觉得今年ZARA还有一个特点就是 它的衣服价格虽然没有往年标价那么便宜 但是它的就是所标价的 但它的质量确实是成正比的 包括这件衣服可能就四十 加税抽四十多块钱 但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值得 我觉得这样一件质量的衣服 四十块钱真的非常非常合适 然后说一下这个版型 这个版型是个很宽大的版型 就我不知道你们 就我站起来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版型就非常宽大 它根本就不是说那种收腰啊或者是什么 但是它的穿上身的效果 会比你这样看要好得多 然后它这个就是paren 就是这种锡盘的这种样子 然后它这个上面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不管是里面搭衬衣啊 或者说你就是搭一个T恤 然后都会非常的合适 给你们随意看一下这个 摆搭背心的感觉 我里面没有搭衬衣 上身感觉是不是没有你看到那么那么的胖 对吧 就是它其实还算比较显瘦 因为它是宽松版型嘛 所以你其实不管是有没有 就是你觉得你买不买你的腰身 我觉得它都非常的显瘦 其实它因为它不太会 就是是紧身的 不太会显出你腰身具体有多少 然后下一件也是一件Zara的毛衣 这件毛衣外套呢 我之前看到了 但是我没有发现 后来等我想去下单手 竟然还打了五折 所以我觉得非常惊喜 然后这件毛衣外套 其实我觉得它这个颜色非常好看 我觉得是像那种 浅淡的燕麦色吧 然后它是那种针织粗麻 非常的不容易过时 然后再加上它设计非常的巧妙 我不知道你们就是有没有这种设计 它是那种 它虽然是个短款的这种样式 但是它就是可以把这个肩 这个腰带系着 然后在这个旁边 我可以就是现在就可以给你们试穿一下 这一件 因为我之前就穿这一套出去过嘛 你看就这样子的摆搭 就这样子你把它 把它这样 这样 这个衣服肯定是要系起来 因为它有这个肌带 然后就把这个 系到这个腰间这个旁边 我一般就是系个蝴蝶结 你也可以就直接系大一点什么的 我一般就系到最左边 这样的话就 就会显你也有腰身 然后上身它就会显得是比较肥大 然后就会显得你腰非常的细 然后这个设计呢 我就觉得很好看 特别是这个颜色非常的白大 然后我确实觉得这件衣服也比较暖和 可能就现在可能快到夏天 觉得有点穿不住 但是我觉得真的是 春天秋天 还有包括冬天当雷达 其实都还蛮好看的 因为它这个衣服确实 设计的非常的巧妙 然后我再跟你们讲一下 如果你们知道价格 会觉得更加划算 这件衣服原价可能就是40块钱 但是打折之后 只要20块钱打5折 所以当时我看到这个折客的时候 真的没有办法拒绝 真的太好 太值得买了 就是你讲20块钱 能买这样一件衣服 真的特别合适 然后我现在再去看 已经没有货了 所以非常抱歉 我没有很 就是很及时的给你们讲这个分享 但是就是我是想告诉你们 如果你看到 大家有类似的这种 就是打折款 一定不要错过 因为它们现在真的是断货 非常的快 毛一开衫真的非常好看 上身这种感觉 就是有一种小女人的感觉 然后它设计 它又非常的别出心裁 因为它的这个鸡带 它是在 就是可以系到旁边来 它是左边 所以会让我感觉 就是有一点设计的别有用心 然后它又有一种 很优雅的感觉 我觉得就你看它这个 可以系个蝴蝶结 然后放在左边 然后其实你也可以系到中间 但我个人感觉系到左边 会比较比较别致吧 我里面配的这个连衣裙 和它这个色系也是同样的 就是偏这种米色 它这个食物的颜色 就是那种偏米色调 然后这里就是我购物车 长草的一些东西了 首先给你们看 这个紫色的上衣 这件紫色上衣 真的非常多的女生推荐 这个套就有一种 小清新的感觉 它的那个紫色花纹 就是让你感觉 非常非常春天 它是个大的方领 所以非常显瘦 特别是如果你有锁骨 真的非常好看 然后它的这个裙子 也在打折 你看它的上衣裙子 一套下来 真的是妥妥的五折 原来要80 现在一套只要40块钱 它这个裙子两边 开叉的设计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有心机 就你看这个模特 也显示出了 只要你有大长腿 或者你的腿被风 就是你的风一吹 你露出一点点腿部的线条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 所以我这一套都非常的长草 还挺好看的 我觉得非常有春天的感觉 好 然后接下来呢 就想给你们看一套另外的 就是我之前给你们展示的 我的这个毛衣 这个毛衣经常断货 然后我今天既然发现 它又有货了 所以如果小伙伴喜欢 赶紧去买 这个模特穿的感觉 也是像我说的就比较随意 它有的时候就把那个肩带都 这个肩带都细下来 你看这就是粗麻纹的 然后呢 接下来一个单品呢 就是我想给你们说一下 这个west 这个west和我自己之前买的 那个有点不一样 这个就更加偏OL风 我那个就是更加休闲一点 你看这个west 它就是随便 就是里面没有穿什么这样穿 我觉得里面加一个那种吊带背心 其实就已经可以出门了 然后这个感觉呢 就是更加OL 更加干练一些 我那个就更加的休闲一些 然后这个白色top 我也觉得非常的喜欢 它这个白色top的设计 非常非常的赞 你看它那个设计 就是它两个袖子 它是有一点鼓泡泡的 然后它中间又是个V领 所以其实显示出你 如果是有一点胸 或者是有一点锁骨会非常的好看 然后两个肩膀又非常的显瘦 就是你这个袖子会cover住肉 然后这个白色top也非常的好看 它是个方领的设计 它这个方领的设计有一种复古感 就是有一种那种澳大利贺本 那个时候的感觉 然后它的那个袖子 也是非常的宽大 所以也会比较遮肉 整个设计就是我觉得比较小女人 然后很cheek风 然后接下来想给你们看的 就是我长草的这个牛仔裤 这个白色牛仔裤 据说是一条绳裤 就我也没有尝试优衣裤绳裤 但是据说这个绳裤 也是非常的赞 然后可以秒秒被变一米八的大长腿 然后这个白色又非常的百搭 所以我觉得入手这样一条基础单品 会是非常好的选择 看这个模特穿的也非常的高 我觉得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这个千鸟格的上衣 这个千鸟格的上衣呢 我觉得个人觉得还蛮耐看的 然后它那个毛虚边的设计 也非常的别致吧 我觉得 对你看它这样就非常好看 单穿也很好看 那么除了Zara之外呢 还有一些就是电商也在打折 包括Sandra和Marge 这两个品牌 其实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的 因为首先它是属于法式风嘛 就是法式那种比较浪漫的感觉 然后它的设计呢 就Marge比较偏少女 比较清新一些 然后Sandra呢 就比较偏那种小女人的感觉 我自己有两个 它们的连衣裙 非常的喜欢 然后它们质量也非常好 但是它们两下问题是价格标价非常的 反正不便宜吧 我觉得不能说非常贵 但是也不便宜 就可能一件衣服一件连衣裙就要三四百啊 这样 所以我每次 我总是新款的时候 我可能都不会买 因为它们家打折真的非常的快 可能新款过一个时间 就包括任何一个节日 它就会打个八折 然后再如果再等一段时间 有可能就六折 当然它们有的时候六折的时候 要不然就断码 要不然可能就是 比较火的款就没有了 但是我就要 你就要取决于你到底有多喜欢那件衣服 那么最近呢 Sandra也是 当然Marge也是 它们两个品牌都有非常大的折扣 特别是Sandra前一段时间 就大概是一两个星期之前 有一个惊喜的折扣 然后那个惊喜折扣 大概就是最低就到两折 甚至一折 我不知道有没有看到 我可能到两折吧 然后两到四折这样子 真的是非常良心的价格 然后当时我早上去看到了这个deal 然后我去点进去的时候 因为很多 我还蛮喜欢的单品都卖断了 所以没有办法 我就只在剩下的几个单品里面选择了一下 因为有几件真正衫 特别是那种浅蓝色的 我觉得很好看 就那种 有一点点雪面缝 这蓝白间隔那个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就是我待会把图片放 可能那个蓝白间隔真的超级百搭 然后它原价好像是300多 然后当时打折也才70多块钱 还是80块钱 我忘记了 但是没有码了 所以很可惜没有抢到 然后我今天就给你们分享一下 我买到的这个 我买了一件 这个就是蓝色和绿色相间的这件真质衫 然后这件真质衫 我很喜欢它一点是它的logo 它的logo这里就写的是smile 因为我个人原来在一个论坛上面 我的名字就是这个 然后当时呢 就很多人 就是会叫我笑笑啊什么的 所以我就很喜欢这个logo 然后再加上我觉得 它这个配色非常的 春天非常的亮眼 因为蓝绿相间 就特别是这个绿色在中间 就会让我感觉非常的 就眼前有一亮的感觉 不是那种很暗沉 因为毕竟这个蓝色已经属于比较 就把蓝色比较 已经偏深了 但是它这个绿色又比较亮 所以我觉得加在中间会非常的好看 然后这件衣服呢 是这种宽版型 所以你看我买的是一码 就是已经算小码了 S码 但是它就是版型非常的宽 然后我看那个模特穿的也是一码 但它搭配的就是一个裤子 我待会可以给你们稍微搭配一下 我觉得这件衣服非常的百搭 就包括你搭牛仔裤 包括我搭那种 稍微偏正式一点的那种休闲裤 我觉得都是OK的 这件衣服非常的舒服 它虽然不是那种 就是带有羊毛的 它是锯脂纤维啊 还有粘纤纤维的质疗 但是它非常的舒服 我很喜欢买这种质疗的原因 也是因为它们这种面料 其实就是最好一点 就是它可以放在洗衣机里面 清洗和烘干 因为我自己没有那么多时间 去每一件去手洗 那个带有羊毛的东西嘛 所以我个人其实喜欢买这种 纤维类的 因为它这种又不容易起毛 不容易静电 然后还可以激洗 上面搭配了这个Totem的这个丝巾 我觉得和我的鞋子 就是一种呼应吧 就是那种黑白色鞋和我的裤子 然后这个上面呢 就是字母的logo也非常大气 就这一套可能更加适合 出去跟小姐妹约会啊 或者是上班非常轻松随意的搭配 然后这套又是另外一种look 我觉得这个look就更加小女人一点 这个下面这种丝绸般的半身裙 是我最近购入的 我很喜欢这个半身裙 这个墨绿色非常有质感 然后它本身它也非常的光滑 反正很舒服 然后呢 上面配这个同色系的这件衣服 我觉得就非常非常合适 虽然上面是休闲的感觉 但因为下面这个非常小女人 然后再配一个这种 就是也有点小女人的鞋 这个CL这个鞋 所以就整体上搭配会让人感觉 在休闲中也带有一点小女人的感觉 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这样 反正我个人还蛮喜欢这个配色 然后最近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电商也在打折 包括之前大王的那个惊喜折扣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有没有去抢 反正我是当晚 就它说第二天早上 五点还是七点开始 但是我前一天晚上 我就进入了那个闸口 我就买了两双靴子 但是没有想到第二天早上 他们本来是说三天的惊喜折扣 那个时间段 但是他们好像是几个小时 还是一上午的时间 就已经卖空了 所以他们就说关闭那个Vault 那个入口 然后再过了大概一天的时间 他们就发邮件说 跟我说我买的两个靴子 都被cancel了 所以我也觉得很诧异吧 就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还是在他们开闸之前 买的会被取消 可能因为我买的两个靴子比较活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 但是我买的两双靴子 非常非常划算 它有一双是 就是大王那种经典的断根靴 然后它是那种中筒的 它不是那种短筒 因为我觉得短筒 其实不是特别显腿长 稍微中筒一点 稍微还显腿长一点 然后那个靴子大概原价760吧 然后打折之后 只要185还是165 反正只要两折左右 我真的还蛮喜欢那个靴子 可是被cancel了 然后我还买了一双白色的靴子 那双靴子是那种猫眼的肩根靴 我一直希望有一双白色的靴子 所以我觉得那个价格也非常合适 好像打完这里才149块钱 可是无奈还是被cancel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 当时剁手那个我还挺开心的 但是最后没有抢到也没有办法 然后呢除了大王的sell 最近还有一些其他的品牌 也在做一些惊喜折扣 包括3.1 Philip Lin 这个牌子是一个亚裔设计师 如果你们知道的话 就是这个Philip Lin这个人 然后他的设计师 这个设计师呢 他就是其实应该是以包包活的吧 他们除了包包比较有名之外呢 现在我看他们家 就是一直也听说 他们家衣服质量非常的好 他们的archivesell 就买了一条裤子 然后那个裤子呢 就是白色的那种 我自己收到货之后 我确实觉得质量非常的好 可惜买大了 然后那个archivesell的问题 就是他如果是低于一定的折扣 他就不能退换 所以我还挺frustrate 然后另外一个朋友 我们就换物了 所以我目前这个裤子 我是就是已经换出去了 我没有办法给你们看那个实物 但是我可以把图片放到旁边 所以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 特别是对这个品牌有兴趣的话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他们的官网 我看了一下 现在他们archivesell还在进行 所以你们可以买到 就是非常低的折扣的设计师的品牌 特别是他们现在每一单都是免运费的 所以我觉得 现在就是让我们买买买 有更大的动力了吧 就除了这个3.1 film之外 还有一个品牌叫做frame frame这个品牌最近也在做sample sale 然后前一段时间 可能就是上个星期 就是他们把那个sample sale 搬到网上 然后就是有一些很知名的一些 style的牛仔裤 就会打大概两到三折这样 所以也很便宜 可能300多牛仔裤就打折 就只要69啊79这个样子 所以也是非常非常的核算 然后他们家还特别好的一点 就是他还可以退货 可能就是你需要出一个运费 但是还挺合适的 我觉得 当时我没有买的原因 也是因为我自己觉得 因为我身材下面属于 有一点点偏理性 所以我自己还是需要有 去试过才能买裤子 特别是我有了这个 sandie film这个经验教训之后 我就特别想还是说 应该去试一下 还有些很多品牌 也在做一些打折促销的活动 像很多快销品牌 包括Urban Outfitters 然后Urter Stories 这两个品牌我看一直都有一些活动 特别是Urter Stories 很多 因为他们门店也关了嘛 所以他们有一些 比如说新款就可以打八折 什么的 所以你们也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还有就是 我个人比较喜欢的 Anthropology这个牌子 当然我对他们家衣服 确实很多没有买 但是我很喜欢 逛他们家居的那个地方 你们也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还有就是 我还个人比较喜欢的 Ariza这个牌子 Ariza这个牌子 其实他们打折非常的 不是很多吧 而且他们折口没有说很低 一般就是七折的样子 六折七折 然后最近他们 开放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塑料区 也是大部分都是六折 所以你们也可以去看一下 那么今天的购物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你能够谨慎种草 然后能够在家里继续开开心心 然后吃好喝好 别忘记要继续锻炼 才能保持更好的身材 然后穿你们买的衣服 出去美美的 那么最近的天气也越来越好 如果有机会 或者是你找到了那种 没有人的地方 你们也可以出去交游 然后散一下心 因为我真的觉得在家宅久了之后 心理情绪是个非常大的问题 就不谈你没有跟人交流 我觉得就出去看一下自然风景 就是对心情非常好的一种放松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今天的视频对你们有所帮助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